我自认为我这个好老公 好丈夫 好爸爸这个形象 真的是已经相当到位了 在一个月里面 为了我儿子办户口 拿售保卡 老青老早去上海 已经是跑了两回了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老婆从楼上刚刚下来 她说肚子饿了 她没下来的时候 我这个炉子上面 已经是煮了这个五红汤 煮了半个多小时 她现在说肚子饿了 我立马旁边又拿了大锅子 给她下个面 她想吃个葱油拌面 看看这个面下得怎么样了 估计是快好了 已经是水两开了 等我尝一尝 那我的五红汤什么时候好 要撂干净 每一根都要撂起来 我在问你话呢 杜绝浪费知道吗 五红汤再煮个一克钟左右 我最后放红汤进去就OK了 现在里面是四红 这个面条估计二两半够了吧 我一个人吃够了 够了 两包料 这包是油 香 帮你剪一下 快点我饿 香不香 诱人不诱人 快点拌 我都想吃这个拌面了 太香了 隔着屏幕我都闻到味道 你这是隔着屏幕吗 你拿这个手机就隔着屏幕 吃好拌面 等我喝五红汤 之后再吃樱桃 好 樱桃要尽快吃 待会我多吃一点 色香味绝对具材 吃吃吃 老婆用 去拿个咸鸭蛋 你吃饭的还有咸鸭蛋 没有办法 老婆现在胃口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现在毕竟 儿子每天喝母乳 而且儿子喝的量 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每顿要喝130毫升左右 一天的话我老婆喂母乳 大概要喂10次左右 差不多吧 两个多小时一次 两个多小时一次 对啊 10次左右 所以说月月肚子饿也是正常的 我要保证我老婆营养色度均衡 牛奶拌面 话说这一份面是多少呀 这一份面二两半碗我也没看 你先吃着吧 反正以后你只要丰富 我就给你做 刚好够我一个人吃 真好对吧 多一口你的都没有 我也不要吃 不跟你抢 我一会会吃光了 两分钟 看看这个五红汤煮的咋样呢 还要再煮10分钟 中午这个我们上海叫米线 他们这里叫线菜 叫法不一样 晚上这个热一热 我来吃 吃个樱桃 在楼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你真的是开心啊 你不开心啊 你反正也不用上去 现在慢慢在楼上看着宝宝 嗯 那我也在楼下 我也休息会 你休息 你有时间休息吗 怎么了 我晚上想喝蹄膀汤 要么你现在赶紧给我去买个蹄膀回来 我靠 你真的是开口方便 我还要去菜场买蹄膀 确定啊 我说了吗 当然了 好 那我去 哎 我吃澳门娘也真的是 电动车没电也不知道冲一下 我前面骑电动车要去镇上买蹄膀 一骑 电都没了 我的天哪 怎么弄 我看看这里附近有没有买蹄膀的那种小的生鲜店 抓紧时间了 因为蹄膀买回来的话 还要煮最起码一个半小时了 一直在路上 老板蹄膀有没有 蹄膀没了 蹄膀没了 哎呦 我还有好多丝呢 夹快脚步 老板蹄膀有没有蹄膀 有蹄膀 终于到家了 阿咪 领接我啊 哎呀 爸爸你回来了 哎我回来了啊 今天单位里没什么事早点回来啊 没事就早回来了 你带子里拎着什么东西啊 我买了蹄膀啊 蹄膀说要喝蹄膀汤 我跑了几个地方买到的蹄膀 那现在时间不早了 你快去烧吧 我来烧 爸爸你看我手机好了 你去烧吧 我来烧 我来烧 哎 我去烧了 烧蹄膀 爸爸刚刚斩机的声音太响了 把他都给吵醒了 嗯 爸爸失误了 忘记楼下有小宝宝了 妈妈 你再坐一会儿啊 我那个蹄膀马上冻好了 好吧 你看妈妈就是好 声音很轻的 看看我烧的蹄膀好了没有 爸爸这个蹄膀你看看好了没有 烧了一个半小时了 好了好了 我看看 我这个蹄膀买的不大啊 主要就是给他喝点汤的嘛 你过来吧 爸爸你看蔬菜也烧好了 烧好了 那个咸鸡也切好了 咸鸡也切好了 你看爸爸蔬菜烧的漂亮嘛 你看 这个是中午剩下来的 这个我吃好了 我来吃 我来吃好了 放这里 吃饱了 吃饱了 丰盛的晚餐 已经吃完了 妈妈 洗碗啊 我们家里面现在 人手少 所以说分工更加要明确啊 妈妈洗碗 对不对啊 妈妈总给包给我了 我 总给包给妈妈 月月呢 上了我儿子了啊 我岳父 他正好当我里面有点事 今天男朋友找过来 吃好饭又去当我里了 哎呀 这一天天过得既冲死 又踏实 又满足啊 妈妈 哦 那垃圾还没倒了吧 我去倒垃圾 我倒垃圾 没事吧 你个人 我去晚餐了 你把你吃完 我去晚餐了 你个人